针对918地震所造成的玉里大桥毁损 但玉里大桥工程今年有三度流标 立委复昆奇再次与交通部公路总局 以及公路总局第四区工程处 苏工程处、玉里公务段等相关单位 来到玉里大桥进行会刊目前的修复进度 针对918地震所造成花莲玉里大桥毁损 但玉里大桥今年有三度流标 立委复昆奇再次与交通部公路总局 公路总局第四区工程处、苏花工程处 以及玉里公务段等相关单位 来到玉里大桥进行会刊目前修复的进度 那现在这个玉里大桥本来就要改建 又碰到0918地震之后 现在已经期盼在农艺年前 玉里大桥的重建能够正式来绝标 这是从台九县光复以南的 这个台九县的整体景观改善计划 从原本的九十几亿现在已经提升到 一百五十多亿未来还会再往上提升 来做相关的我们这些桥梁道路 相关的这些整体的证件 让我们南区能够更加的安全 公路总局表示目前玉里大桥已经是完全了 北上往花莲方向也开放通车 不过居民说机慢车的问题会影响车流 这部分公路局希望在地居民能够注意用路安全 另外南下往台东方向不建议通车 南下线的部分因为刚刚的报告就是有 地震受损非常严重 那有安全的意义所以我们没办法去开放 因为开放怕万一再碰到地震的话 会有安全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没有开放 那所有的车辆还是走平上线 那请民众要注意交通安全 整个修盛经费是41亿元 也已经完成发包 预计在过年后动工时间大约4年半 也因为是原址改建 有管线单位需要协调问题 动工时间才会延后 傅关琪要求交通部一定要加快脚步 尽快完成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